Hello 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是Belaine 这是朱灵V零食政府两个月一度的大松 现在要开始新手教授咯 黑客松在这里的意思不是那种商业公司或是政府办案活动的比赛 G0V也不属于政府 而是一群公民举办的科技社群活动 活动重点都在吃吃喝喝一起当志工一起玩 G0V是一个社群 社群的概念听起来很抽象 但其实这项是路边的群聚高中生社团活动 没有规定你必须做什么 参与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邀请别人一起加入 不是公司不是组织也没有人可以命令你 如果有人对你不友善请随时回报 千万不要受委屈哦 虽然没有强制你必须完成的任务 但会因为每个人的愿景和兴趣产生不同的贡献 花时间帮忙打一行字 看一段翻译改一行扣 发两个PR 把自己的时间与铲除共生出来 你这会成为中立B贡献者 中立B社群中有很多不同的社群专案 像是中立B纠松团和中立B国际交流 社群专案内会有担起责任 确保维护专案目标持续进行的工作小组 而社群专案们像是ColdFact真的假的PR机器人VT1 阿妹与蒙典等等也会在社群中提案找有之一同的朋友参与贡献 也有因为突发事件而出现的快闪专案像是高雄气胞资料汇整 或是COVID-19爆发时的口罩地图 都是在紧急事件中因为共同目标迅速凝聚贡献者一起工作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大宗一整天的流程怎么进行 新手介绍教学结束之后会开始三分钟提案 大家可以从活动共笔里面找到要提案看提案 详列了本日的三分钟提案 短奖和成果报告的提案列表 你可以从里面看到接下来是谁会进行发表 还有该专案的相关共笔以及详细资讯 让想参与的人都能更容易理解专案在做什么 提案听完之后会是自我介绍的时间 请大家想三个关键字介绍自己 让专案坑主知道可以找谁帮忙加入专案 线上纳松请先事前录制与更改Gathertown status 11点之后都是分组开工hacking时间 会一直持续到下午成果发表之前 下午有带领第一次参与的好朋友导览团与短奖时段 你可以继续hacking也可以参加新参者旅行团 或是到大会议室聆听短奖 12点到1点是午休时间 请站起来多走走并且吃饱一点 下午2点半的短奖时间是自由提案报告 每一组有8分钟的时间 发表者可以和大家聊聊与分享 或是你有什么新发现 有些专案会想要跟大家说更多的细节 可能也会选在短奖的时段来发表 本日活动结束的前一小时会进行本次黑客送的成果报告 每组5分钟 并不要求有非常完整的架构 专案提案人或是专案参与者 请在这个时段分享一下今天的讨论成果 大送的一天就是这样进行 如果还有哪里不确定 随时可以问人 不管你是在中研院的实体大送 或是在家里观看影片参与 都请先确认有稳定的网络连线 在Jullaby想要跟大家讨论 请先加入Jullaby Slack 这是一个类似Line的通讯软体 多半会在工作时使用 Slack就是Jullaby共通的通讯软体 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在Slack跟大家分享 里面有不同的频道 通常会连接不同的专案 也可以自我介绍跟聊天 活动共笔上可以直接找到 请新加入的朋友们 等会空档先去注册 先扫描QR Code 就可以直接提出注册申请 请跟大家一起写共笔吧 共笔是什么呢 就是共同笔记 大家可能都有听过 跟同学一起做同一堂课的笔记 在Jullaby的活动 大家也是用同样一份文件 来做编辑跟专案讨论 例如很多人都用过的Google Doc 可以和其他人 共同编辑一份文件 在这里我们都叫做共笔 这里的人常有HackMD 因为它可以有很多排版 跟框架浏览的优点 在共笔里面 可以看见框起来的提案列表 会有前面提及的 三分钟提案 短讲 以及最后成果发表的 提案登记列表 这里有很详细的 专案介绍跟连结 可以看专案的主题 它的共笔连结 还有它来征求什么样的人 当然更多的资讯 就要打开专案的共笔 投影片网站才能够看到 什么样的专案 适合来黑客松提案呢 GinniB的理念是开发 首先在黑客松的成果 需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需要开放授权 授权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选 如果这些让你一头雾水 没有关系 GinniB贡献者 有开发一款CC授权小帮手 只要回答简单的问题 就可以知道 自己的专案要用什么方式标示 或是开口问 GinniB的文化是乐于解答 不用担心问错问题 建议先主动写一个初步的构想 或是给大家看你所画的架构 具体说明你需要的帮助 与目前的成果 不一定要到很完整的程度 才拿出来 在半成品上面加工 也是GinniB很常见的一种文化 最后一项是公民精神 GinniB希望让大家更有公民意识 身为公民我们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公共利益 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 更进步 不会写程式也很适合在GinniB社群 在GinniB黑客松里有新加入的朋友 有一些会写程式的朋友 有设计师 有关心公民运动的朋友 有文字工作者 也有完全不会写程式的人 比如我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黑客松里面 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 帮助更多人 接下来是很重要的社群手则 在参加GinniB相关活动 无论线上或是实体 都要参与者遵守这样的规则 GinniB不容许任何人 对参与者以任何形式骚扰 因为我们致力于提供 无骚扰的环境给各位参与者 无论年纪 性别 性倾向 身体障碍 疾病 外貌 种族和性仰 当你被要求停止 骚扰行为 是请你立刻停止 如果你感受到他人的冒犯 与不愉快 也请随时回报 谦虚 欢乐 愉快做事 请大家一起围持这样的气氛 团队喜欢正面的监狱与执行 不要只有负面的批评 所以讨论的时候 请对事不对人 不要指责他人 最后一点 传达给非新手 或是未来你不再是新手时 请记得新人一开始茫然的感受 友善回应新人提问 不要只叫新朋友 自己去看自己Google 这样会毁坏社群良好的交流气氛 没有认识的人 或不知道该做什么都很正常 建议大家可以从帮忙记录开始 旁听跟记录大家在做什么 就是采训的第一步 这个是HackMDG0B社群 和HackMD有合作 所以有专门的网域 放置G0B讨论的所有共笔 网址在画面上 这也是需要注册跟登录的 有很多登录方式可以选择 登录之后 如果你需要编辑 就点击图示左边的笔 或是中间的双栏进行编辑 推荐点中间的双栏格式 可以立刻看到 你输入的文字会怎么呈现 它就跟你开Google线上文件一样 在左边黑里的地方输入文字 右边就会跑出你打的东西 这就是专案记录 黑客松绝对是人人有坑跳 很多时候 坑主要找的是帮忙 交对错字的朋友 帮忙翻译的朋友 愿意接受访谈的朋友 给予使用者见面意见回馈 直接去问坑主还需要些什么 他们永远需要你 无法来参加实体 或是让大众的各位朋友 如果你在家观赏 这份新手教学简报 脸书有两个公开社团 可以加入跟大家讨论 实体活动会议室内 禁止饮食与无碑干饮料 但请一定要吃饱 实体活动场外 也会有明确的资源回收分类 请一起拍整齐 最后活动结束 也要一起把场地恢复原状 均利宾很重要的一个扩咒是 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先承认你就是没有人 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动手做 如果你希望均利宾活动 可以持续举办 欢迎到周松网的首页 任养大松 这些专款都会作为黑客松 举办活动的支出 以及社群基础建设的基金 以上就是黑客松的新手教学 感谢各位